我们劳动以后劳累了 去宫殿里去休息 所以这个穴是一个大补穴 揉这个穴可以使心情放松 比如我现在去应试去了 我心里比较紧张 赶紧揉入劳工穴 可以缓解紧张 我现在觉得心里一点劲都没有了 心慌气短 赶紧揉入劳工穴 最外侧这块 也带指甲缝旁边 叫中冲 然后这样的穴 一个可以用指甲掐 另一方面可以用指节割 用指节来割它 这么割它 效果非常明显 是泄心火的药穴 不是长口窗了 是心火忘了 这个《心包经》 对成人来讲 是一条救命的穴位 但是来讲 怎么去利用 这条心包经 去预防心血管的疾病 像心梗 这个冠心病 怎么去预防 通常早期 有心血管问题的人 都在我刚才说的 这个天拳穴下边 刺指指的位置 就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穴位 但是它是在心包经上 这个位置呢 如果有早期吸血管病的人 或者已经有吸血管确诊的这个病人 他就会这块很痛 用大拇指 用大拇指揉它 它又很痛 有的人都痛不可摸 这个痛点 是一个救命点 经常揉它 揉两三天以后 真正有淤组的人 就会在这里 鼓出一个青包 自己就出了一个青包 这个青包 当一吸收的时候 你夜里发憋啊 需要开窗户啊 心理难受的这种感觉 就会减轻了 所以这块就会通畅 所以一定要多揉这个点 然后把整条 这个新包经啊 都给它打通了 还有一个 有离小孩的 有些小孩的 就是属于内热性的小孩 夜里睡觉 睡觉不好 一是老灯背 他就觉得有内热 盖背后就灯 还有一个夜里头脑出汗 还有一个就都很晚了 家长都困了 这孩子还不想睡觉 就是有内热 还有的小孩呢 就是夜里发烧了 又不出汗 或者出了汗了以后 还口罩也不退 是有内热的体质的 告诉父母一个穴位 这个穴位 是在一条整筋上 叫天河水 天河水指哪里呢 指万恒文到肘恒文这一段 这就叫天河水 家长在孩子临睡之前 对于有内热的孩子 这是很对应的 虚寒体质的孩子 不用这个方法 这是一个去内热的方法 用大拇指从掌心 把劳工穴往上推 推到曲泽去 每次推三百下 推的时候 孩子的皮肤呢 比较嫩 咱们要磨一点润滑油 别把孩子的皮肤脱破 推三百下 不用很大的力量 推完以后呢 你会发觉 孩子睡觉就更加香甜 而且内热也会去掉 大人觉得心里烦躁 也同样可以推天河水 推完以后 也会觉得很舒服 心里会很宽敞 三交经对妇女来讲 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络 尤其对于更年期的妇女 就尤为的重要 因为三交经来讲 用现在的话说 这条经主主什么呢 主内分泌失调 主情质 主气欲 有欲结持气 情绪不稳定 都可以从三交经这样 进行调节 三交经呢 是从手走头 三交经 多按摩 右侧效果会更好 第一个穴位 冠冲穴 在支甲旁边 这个位置 支甲缝 揉冠冲穴呢 主要是 一个方法问题 就要应用 手指的 食指的 指节 来割它 这个血面 才好揉到这个血面 而且在我这个 你坐车的时候有有运车的人 楼关冲穴也有防止运车的这种效果 在 小指 与无名指 缝隙交界处 在无名指 这侧 骨头推骨头 骨缝当中 这叫夜门 这治疗什么呢 就是有 经常有很多人呢 口干舌燥 夜里需要喝大量的水 有的人甚至喝完水以后呢 还是不解渴 就是 所谓中医所说的 阴液不足 这个夜门呢 就把人体的这个 这储藏液体的这个 库斧打开了 这个门户打开了 揉这个夜门 就可以增强金叶 你这 嘴里的金叶就会充足了 这夜门 在网上 在这个万关节这块 有一个穴位很重要 叫阳池穴 阳池穴呢 尤其比身体虚寒的人 很重要 阳池 阳气的池子 也就是阳气汇聚在此 如果身体 总是有点虚寒怕冷的人 要多刺激一下阳池穴 也可以拿爱酒 虚一虚它 这可以让你觉得 身体会逐渐的温暖起来 把人体的阳气激发起来 肢勾穴 在万恒纹下 三寸的位置 肢勾穴 肢勾穴有什么作用 肢勾穴啊 可以治疗这个 内间神经痛 两肋胀痛的人 气欲不输的人 按摩这个 肢勾穴 经常按摩肢勾穴 你就会感觉什么呢 气很通畅 有人这个老有嗝打不出来 一按摩肢勾穴 打嗝打出来了 把郁节之气散掉 肢勾穴有这样的作用 肢勾穴本身来讲 还可以有通便的效果 再往后再去找 就可以直接找到耳后根这块 耳后根这块的有个穴位 叫易蜂 易蜂穴是治疗耳聋耳鸣的药穴 尤其是治疗急性耳聋耳鸣 什么样的人 就是急性突然耳聋了呢 有可能生完气 一口气 生了气了 吵架了以后突然耳鸣耳聋了 急性的 要赶紧揉易蜂穴 主要对于慢性的那些 耳头逐渐的就是越来越 听得不太清楚了 管不外用也有一些作用 但没有急性的这种好 另一方面呢 就是有一种耳聋是 轰鸣 还有一种耳鸣是蝉鸣 轰鸣这个呢 属于肝火旺盛 这个 这种耳鸣 柔易蜂穴 效果很好 再往上寻找 可以找到一个穴位 这个穴位呢 对于妇女来讲 尤为重要 是一个美容的穴位 有好多这个妇女呢 在这个 一过中年以后呢 在太阳穴附近呢 老爷长斑 黄鹤斑 而且有的越长越大 这个 这块呢 在 还有的人在这儿 长了好多预备纹 但这块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 叫 丝竹空 就在眉毛旁边 经常按摩丝竹空 就可以防止 黄鹤斑 还可以防止愚蚊 发生 但是整个这条三胶精 对于调节人体的这个内分泌 尤其妇女的这个 这更年期 作用非常巨大 但这些穴位呢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一带而过了 怎么叫一带而过呢 找个按摩锤 或者用拳头能 如果能打到的话 经常敲打一下 或者 就找你的老公 每天帮你敲打一下 效果更好 因为有好多 妇女更年期 这个期遇的问题呢 都跟老公 生气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由老公来治疗 是解灵害虚心 这个胆经 在人身体里 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条经络 黄帝内经常说 胆主决断 跟人的情志 也很密切 现代的人来讲 经常会 谋虑的东西太多 心理的压力太大 但是胆子来讲呢 就帮助你 把所谋虑的事情 能够及时的去决断 如果你胆子功能强大 你所谋虑的事情 就能够及时的被决断 你的心情也就会舒畅 如果你所谋虑的东西 不能被及时的决断 你会产生抑郁 胆经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那咱们现在就看 在人体里的一个走向 胆经起自 眼角外 这个有穴位叫 童子疗 从这开始起 然后 寻头转一圈 转到脖子这 叫风驰穴 这个风驰穴呢 我们做眼保镜操的时候 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穴位 它有明目的效果 然后又上到肩膀上 顺着肩膀呢 顺着腋下下来 从肋骨走下来 然后顺着大腿根 然后又跑到臀部后边去 顺着大腿的外侧直到脚 在脚第四指和小指之间的缝隙 这是一条整个的胆经 胆经一共有44个穴位 是一个穴位众多的这么一个经络 而且它的作用 也跟它的穴位一样 管的这个身体的部位也非常众多 因为巡行的路线太长 胆经第一个穴位 童子疗 在鱼尾纹旁边 有眼睛的人 它是它的一个组织的对象 比如像什么轻光眼 眼压过高 眼睛脏痛 都可以按摩 眼旁边的这个童子疗来解决 胆经在治疗偏头痛当中 有一个药穴 叫帅骨穴 这个帅骨穴很好找 在耳尖上 三至五厘 三至五厘米 处 你说三至五厘米 这根有人头大点 头小点 你就上下之间找一找 很好找 用手去点一点 那块有个略微的凹陷的地方 就去找一找就可以了 用手按一按 如果你当时正偏头痛呢 这个穴是最敏感的点 然后寻着头下来 我刚才说到风驰穴 风驰穴这个穴位很重要 如果我眼睛经常酸涩 不是在到这个电脑前面疲劳了 头目也悬晕了 这时候把眼睛闭上 要用这个手的这个三指 也就是食指中指和无明指 一起来暗揉风驰穴 风驰穴在发际边 一个凹陷处 按的方向呢 是奔 鼻子的位置 从鼻子方向使劲 按的感觉是什么 酸胀 然后紧接着 循着肩膀下来 这有一个肩颈穴 肩颈穴怎么去找 这肩颈穴因为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把它找到 把这个大指 大拇指贴在脖子上 然后把手弯弓形 中指的位置 点的就是有一个凹陷 点的这块肌肉上 就是肩颈穴 这个肩颈穴 是主要治疗什么 痛症 不管你是头痛啊 眼痛啊 肩膀痛啊 它都会治疗 甚至乳腺疼痛 乳房胀痛 它也会治疗 所以上半身的痛 疼痛痛症 甚至是牙痛 它都管 都有缓解的作用 它是治疗痛症 然后顺着肩颈穴 然后顺着肩颈穴就下来了 转一圈 这儿有一个穴位 这个穴位呢 叫经门穴 经门穴呢 其实很好找 你只要把这个手啊 在你枕口侧面肋骨上 偏厚一点 在肋骨边缘 是肋骨和肉交界的地方 用手一点一点 这么点一点 就会有一个特别痛的点 这个就叫经门穴 经门穴呢 为什么叫经门 经是北经的经 经在主义里面 是发源地的意思 经门 它是指着 是一个发源地的一个门 什么的发源地呢 它是圣经的发源地 因为经门 在这个 这个经 这个针灸穴位当中 它是圣经的墓穴 墓字是墓涓的墓 墓是什么意思 就是汇集 大家募捐吗 汇集的意思 墓穴 就是圣经的墓穴 就是圣的精气 会汇聚在这里 所以我们刺激经门穴 就可以调节 肾气的功能 肾虚的人可以补肾 肾经不通的人 可以通达 再接下来 顺着经门 往下走 这个地方有一个 重要的穴位 叫带脉 带脉在什么位置呢 先找一个位置 就是我把手贴在脸上 肘尖 对的这个位置 这个肋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叫张门穴 这是干净的位置 这个代脉呢 这个代脉呢 在张门穴下 三个手指头 有人说这个不太好找 再找一个定位的方法 就是肚脐和肚脐尔 是平行的位置 然后又在肘肩下 和肚脐尔又平行 把这个两个焦点处 就是代脉 有人说我这个 我这人比较胖 我也找不到这个具体的位置 而且这块肉比较软 不好用手指点按来找它 那怎么办 索性 咱们就敲打它 用敲打的方法呢 就很容易给它敲打出来 这个穴位呢 功效很显著 对于妇女来讲 更为重要 它是治疗 妇女肥胖 所以经常敲打代脉 就可以起到非常好的减肥的效果 但是敲打代脉 要敲打一个区域 而不要光敲打这一个穴位 叫什么区域呢 就是你平躺的时候 在肚脐尔两侧 腰的附近 这块有坠肉 如果这块的肉本身不多 但是为了就是进一步的预防 这块长坠肉的话 要把前边 瞧一瞧 就等于敲打脉的范围要大一点 然后把肋骨边缘 这块有很重要的 两个大穴 一个是张门穴 是肝经的 一个是胆经的经门穴 这两个大穴 对于调节肝脾和补肾 效果非常明显 都在肋骨的边缘附近 所以来讲 敲带脉要顺便把这两个穴位敲到 这两个穴位不用找得很准 因为你一敲 这两个穴位都非常敏感 很容易就敲到 所以敲带脉范围要大一些 敲带脉可以 减少腹部的坠肉 尤其是腹部 两侧的坠肉 效果最好 所以敲带脉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 另外敲带脉的其他好处呢 是可以预防乳腺增生 还可以治疗腹壳很多疾病 为什么叫带脉 隐含有妇女 经带的意思 所以可以调节月经 可以调节白带 调节腹壳的问题 再往下走 胆经的穴位太多 咱们可以省略一些 直接就到胆经侧面 有一叫风势穴 风势穴怎么去寻找风势穴 最好是站立起来 为站立起来 终止迪安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叫风势穴 大家刚才知道大概的位置了 然后 用手指的拳头的指节 不要用平面的地方来敲打它 用指节 你四个指节都可以敲这块 你就会找到那个痛点 可以使点劲 找到 这个风势是很敏感的一个穴位 为什么叫风势 这股人起名字都是很有讲究的 风呢 就是刮风的风 就这个地方 是一切疾症 疲死的疾症 比如说风枕了 吃海鲜以后 起的枕子 发霧发出来的 然后突然的 就感觉到就是 抽风了 手脚拘乱了 所以这些风症 都可以在风势 都可以刺激风势 来得到缓解 而且风势是治疗一切 颁疹 丁疮的一个药区 所以它是治疗皮肤病 尤其是皮肤搔痒症的药区 过了风势以后 咱们可以直接到小腿上来找 小腿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 阳灵拳 再一个骨头 这个骨头下方 贴着这骨头边缘 这个穴位 光这么揉 效果不好 一定要拨动它 像拨动琴弦一样 然后 产生一个电麻杆 顺着这条 一直串到脚外侧 它可以帮助你通这条经络 而且也是测试胆经是否通畅的 一个穴位 杨灵拳在这个穴位里 它叫金之晦穴 就人体里 只要是关于筋的 什么叫关于筋 有人说我老抽筋 有人说我腰这块筋老瞪着我 疼难受 所有关于筋的东西 还有这个 有一种叫中风症 脑血管 后遇症 筋抽在一起 但是 你会有什么 也就是 你